如果我們想要拿以seal來處理文史資料的話 那你第一個有概念 就是要先把文史資料轉換成表格 至於轉換成表格 一個儲存格應該放多少資料 這個可能就針對你的需求 比如你希望找的範圍大你就放多 那如果你希望找的範圍小你就放少 比如說你放一個字也可以啊 你放多個字也可以啊 你放一句也可以啊 或者是說你看什麼樣的解 但是你要做這樣的架構 你就要知道找到的結果 能夠怎麼樣呈現是最理想的 然後並且搭配我們剛剛用的功能 像篩選篩選就非常好用 馬上就可以拿來做全文的查詢了 所以以後你延伸出去 你說老師我要做紅蘿夢的全文檢索 可不可以 可以啦 其實seal的簡 只是說你要怎麼樣把那個架構 把它先架構 所以第一件是如何把非表格資料變成表格 那第一個我們可以看到 比如以道德經這個來看 它這個不是表格 可是我要怎麼把它轉成表格 那你說老師直接用以seal轉可不可以 也可以 但是直接來以seal轉有時候沒有用 握著來的方便 所以我個人習慣我會先把資料 先貼到握著 然後利用握著的一個功能 什麼功能 它這邊有個功能我覺得蠻好用的 叫插入裡面有個表格 有沒有 然後表格有個功能就是什麼 就是利用這個功能 文字轉換成表格 這個叫文字嘛 那怎麼樣轉換成表格 那其實應該可以 可以理解啦 因為表格一定是有規則性的 那什麼叫規則性 就是說 你要畫個表格 那一定要跟它講說 你這個資料 你這個文字 就是 的規則性在哪裡 那所謂的規則性就是說 有沒有中間 藍跟藍之間有沒有分格符號 固定的 那你會發現 它有個固定 每個資料跟資料中間 都是兩個換行 但問題你會發現 如果假設我今天 利用這個文字轉表 它其實 就是會問你說 你的分格符號是在哪裡 有沒有 那它有幾個選項 是段落 所以這個段落是OK的 但是這個地方有個問題 它這個段落沒有兩個段落的啦 只有一個段落的選項 所以怎麼辦 很簡單 你就把兩個段落變一個段落比較好 然後再用它去幫你做分格 OK 它就知道怎麼分了 第二個你要幾藍 有沒有 藍術 你也可以一藍 然後因為我要兩藍 第一藍是章節 第二藍是內文 幫我變成二無就好了 OK 所以哦 我們知道說 在Word裡面有這個很好用的功能 叫文字轉換為表格 它在哪裡 是在插入表格 有沒有 這邊就有文字轉表格 OK 這功能其實還蠻好用的 我還蠻常用它的 所以我用前置作業 前置作業第一個 請你把這個裡面的兩個換行 變成一個就好了 那你說老師怎麼兩個變一個 你不要傻傻的 delete掉嗎 delete掉 那你這個如果有81個章節 你就要delete81乘2 要162次 那你說老師我不要162次 那我沒有一次就完成了 怎麼做 記得哦 這個很簡單 你只需要用取代就好了 取代應該知道吧 常用裡面不是有取代 常用嘛 這邊不是有取代 對不對 或者你記Ctrl-H 像我說記快速鍵Ctrl-H 然後Ctrl-H 然後你要怎麼把兩個換行 變一個換行 很簡單 預設是沒有 你要怎麼量 我前面還跟輝講過 這個段落標記 它是在特殊裡面 所以哦 取代的話 原來是這樣 你就點更多 然後有特殊對不對 段落標記就是這個 那它實際上的符號是這樣 一個向上符號加P 就是一個換行 那如果兩個要變一個的話 很簡單取代 所以你就兩個換行 就是這樣 兩個向上符號P 變成一個向上符號P 這樣就好了 OK 所以其實這個方法應該還蠻容易理解的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 按什麼全部取代就好了 就這樣 OK 那看一下它會不會兩個變一個 有了 有了 161筆 沒錯 應該162吧 對 最後一個 最下面那個是一個換行 不是兩個換行 所以會少一個 按確定 好 這樣子應該OK了 你可以再檢查一下 看有沒有漏掉 如果沒有的話 應該理論上 應該是這個 最下面這個 它就一個 所以會 161應該是正確的 好 第一步OK了 第二步的話 就插入什麼 先把它全選 全選Ctrl-A Ctrl-A 就全選 因為你沒有告訴它範圍 它可能沒辦法幫你轉換 然後再插入表格裡面找到這個 文字轉換為表格 我們分隔符號就是段落 那欄數的話 記得喔 你如果一欄 它變成這樣 不對吧 所以怎麼辦呢 記得改成兩欄就好 插入這個 文字 它這邊還有什麼 插入 不是這個 應該是這個 然後把它改成兩欄就可以了 總共有81列 看起來好像應該對 段落有沒有 所以其他不用改 所以插入表格 然後文字轉表格 記得這邊改 這邊不用改 其他應該不用改 OK 好了之後按確定就好了 看一下 這個看起來OK 把這個欄寬稍微拉過來一點點好了 因為這個 右邊資料比較多 那再往下看看 檢查一下有沒有正確 看起來好像沒問題 那如果沒問題的話呢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Ctrl C 然後把這個資料 就可以直接貼到 這個 開一個空白的Excel 然後把它貼 貼的話記得貼到A2 不要貼到A1 因為上面我們 還要再加欄位名稱 我另外再開一個 貼A2 貼A1 再插入一列也可以 不過好 習慣這樣 貼上 然後 剛剛一樣的問題 就是 寬度不足 把它拉寬 然後 這邊的話 如果你列高 我剛剛有提到 常用裡面有一個格式 自動調整列高 按一下 然後自動調整 那你再加上 藍的名稱 這個叫章節 這個叫內文 那如果做完之後呢 那你就可以做 所謂的資料查詢 篩選 有沒有 然後這邊箭頭可以點一下 下一個關鍵字 比如說無尾好了 或者是什麼呢 還有什麼東西啊 聖人好像蠻常出現 我看聖人 這個有些 常出現的字 那在哪邊出現 你就可以包含 按確定 出現了 哇這麼多 哇聖人怎麼這麼 OK 那總共你就可以利用這些 已經幫你找到的資料 再去做後續的處理 如果 OK 資料完成之後 你就會把它取消採選 就恢復了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第一個 握的如何轉換成 那個表格部分 先試做看看 我剛剛主要是利用取代 取代 兩個換行變一個換行 再利用插入裡面這個表格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時候的話 當然你就會有 表格資料 不過你說老師 那可是我希望 因為這個每一張 一個儲存格 可是我希望 一句 一個儲存格怎麼辦 很簡單 分格符號 就在句點的地方 所以句點後面 多一個符號 反正就是可以切 讓它變表格就好了 至於要怎麼變化 我想這個可能 請各位自己在動動腦筋 你要怎麼查 你就先把它 先 這個什麼 規劃好 那你查到的就是你要的資料 那比較好的方式 當然最好是前面還有一個欄位 就是你查到的到底是哪個章節 的什麼地方 會比較清楚 不然的話 如果沒有前面哪一張的話 你查完 你比較難去知道這個資料 是出自於哪裡 這個可能出處 可能還是要規劃好 OK 所以我們有兩個欄位資料 請各位先試試看